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观念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在日常生活中 他总是为所欲为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 现在他总说我不如以前爱他了 可如果我真的不爱他 又怎么会想着结婚呢 他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我呢 有请就对情侣 有请 小刘24岁来自黑龙江老师 有请 小丁22岁来自黑龙江美甲师 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多久了 一年零八个月 谁追的谁 他追的我 就是当时我们大学 他是我学长 我们俩是一个舞蹈社团的 然后我圣诞节的时候 有一个演出 他就看上我了 他觉得我跳舞挺好 也挺可爱的 下台了他就过来加我微信 然后我们就聊得挺好 然后假期的时候 发现我俩是老仙 住得也挺近的 所以假期就经常约出来一起玩 一来二去的就日久生情了 我俩就在一起了 我没问那么就全秃露了 你看这个过程 今天两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 对对方的不满想说说是吧 对 谁先说 我先说吧 他跟我在一起之前 经常跟男生一起出去玩 他答应我跟我在一起之后 我就不跟那些男生联系 但是现在 他又经常跟一帮男生出去玩 也不但我 让我觉得那很不放心 我觉得你的说法非常有问题 我的朋友们就是男男女女都有 甚至连情侣也有 他们是一大帮人 我跟他们一起玩 有什么问题呀 那你一个女生晚上 大半夜在外面多危险呢 那都是我的朋友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那万一他他做 对你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那已经晚了呀 你不要以那种龌龊心思 揣摸我的朋友好不好 都是两三年的朋友 他们都是男生 我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你不要把他们想得太好了 那主持人你看他老是这样 一神一鬼的 这咋 就问一个问题啊 你不是说还有一些情侣吗 对呀 其实我相信你男朋友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你不能带我一起去玩 因为我的朋友们跟他 不是一个圈子的 我们都是在一起聊聊动漫呀 什么的 他平常也不看动漫 他去那儿 处着那儿多尴尬呀 那也玩不好呀 这就难怪呀 他不光这个 他手机还经常跟一些男性聊天 而且还是跟不同的男生 他就一门心思 就咬定那些人都是男生 其实我男生朋友也有 女生朋友也有 有些女生甚至用男生头像 他一看见 他就说又跟男生聊天 聊什么呀 让我看看 我觉得他很无理取闹 那我怀疑都是合理的 我有朋友怎么了 我跟朋友唠嗑有问题吗 那你有男朋友了 你就要跟那些男人保持距离 我挺保持距离的呀 日常连几句话都不能说吗 你是我爹吗 主任 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之前也跟女生玩 后来跟他在一起之后 就一点女性朋友都没有了 然后他还不让我看他手机 我跟你 我跟他说 你跟他 你跟那些人说啥 让我看看 他都不给我看 我觉得这是我的个人隐私 我没有必要给他看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任何 就是对不起我的地方 就我来说 我可以给你看我任何的手机 聊天记录 我没事 谁是看你手机呀 我不看你 你就别看我了行不行 不是 你看到过什么吗 我也看到过 反正你不是 你还偷偷地看人家手机 不是 可能也是我想多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一些 暧昧的话吧 就是有一些平常不跟我说的东西 有 比如说 比如说聊些什么 也是像什么动画片之类的 他不愿意跟我说 他就愿意跟那些 其他异性朋友说 那我为什么要因为 跟你在一起了之后 我就不能跟我的朋友联系 你不觉得你太自私 太过分了吗 你说约会出来吃饭 你聊聊天不很好吗 那你为什么要 一直要蹬着手机呀 你看他本来他说话 就是有点磕磕巴巴的 我就不太愿意跟他说话 而且年轻人吃饭的时候 谁吃饭的时候 不看看手机刷视频是吧 那我刷视频的时候 他就给我旁边赌气 他也不说话 然后他吃完饭的时候 快结账的时候 他突然来一句 你就给你的手机过去吧 你别跟我出来玩了 就这样是 我就感觉他特别小心眼 那是我小心眼吗 那你明白做的有问题 不是 他到底做了什么了 你就在这说人家做的有问题 你完全属于瞎想 你这孩子 听我说 他有时候还跟一些男生 语音聊天 还跟不同的男生 比跟我聊天开心多了 主任我想说一下 那个根本就不是别的男生 那是我玩的一个手机游戏 它里面有一些虚拟人物 然后有人给这些虚拟人物配音 然后我跟他们 假装是在打电话 其实都是他们一鼓气 都在跟我说话 然后我听着就很开心 因为它就是一个恋爱游戏 跟谁恋 跟我的手机谈恋爱 就是那种只骗人的 对 就是只骗人 只骗人的那种恋爱游戏 对啊 然后他会磨你 就真的跟你打电话一样 然后就跟你聊一段 对 然后那个就很上头 对 各种类型都有 什么小狼狗 小奶狗 是霸道总裁 我们把它叫仪女游戏 对 就是仪女游戏 看来还是有懂的 那你说那有男朋友 为什么要跟虚拟游戏 这个问题 就谈得很好啊 陆琪老师来回答一下吧 因为你既不是小狼狗 也不是小奶狗 但我是人呐 对啊 我是人呐 那你是人 虚拟人物要好吧 对于先生来说 人不如虚拟人 对啊 他是完美的 对啊 是吧 他没有任何漏洞 而他从来都不反思 我为什么玩这些 其实我在他面前玩 就是为了或许 他的一些注意力 他有时候 他就是说话也不怎么好听 他也不会安慰我 那纸片上就能安慰我呀 他为什么不能反思 他自己做得不好啊 他们都是虚拟的 我是真实的 那他不光也跟虚拟人物 我俩之前是一个舞蹈社团的嘛 然后我之后偶尔也去 去看他 他就经常跟一些男生 就是勾肩搭背呀 然后手 拉小手 挺亲密的动作啊 就是他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这跳舞呢 你在表述什么 就是跳舞的时候 不是 跳舞 这很正常啊 那你不觉得有点太过分了吗 我也觉得很正常啊 不是 他跳舞 什么舞啊 你们跳的 我跳的爵士舞呀 这跳爵士 他肯定有身体接触啊 对呀 我跳的爵士双人舞 他就接受不了 他就说 你怎么这样啊 你怎么跟人家眼神 那么暧昧呀 动作那么暧昧呀 他之前也是跳舞的 就是跟我舞种不一样 他就是不能理解这些 身为一个男朋友 我觉得吃素也挺正的 谁也不希望自己女朋友 就是老跟其他男性 有什么肢体接触的 不是 你吃醋 你也跟人家说 你说你这样我不舒服 你不能给姑娘上来 泼脏水呀 你可以跟女生跳啊 你没必要非跟男生跳啊 我也跟女生跳了呀 行 行 行 就是你就说 你不放心人家呗 对吧 对呀 他都不放心吧 然后你给他扣的叫什么 太自我是不是 对呀 但我跳的舞 跟异性不注意尺度是吧 对呀 我跳的舞真的没什么问题 我可以现场给 各位老师和主持人看一眼的 不是 我们也没打算要看呀 双人舞 对 我们没打算 我要让你 Do I should like 过来 过来 hahaha 过来 不是 掉手 事件 粉蓝 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他觉得有问题 我跟人跳 他说我精神出轨 他说我看着人家了 我觉得这个舞蹈 是得接触太多了吧 他刚才也没接触你的肢体啊 那我不会跳这舞 他跟别的舞伴 他跳这舞的时候 他肯定只起来就搂腰 这个 那个的 那你怎么刚才没搂他的腰呢 他没跟我跳这舞 他跟别人跳的 那你可以学啊 对啊 我也觉得你特别奇怪啊 第一次有这个嘉宾来在这儿 把这舞台当他们家了你知道吗 我要跳我就得跳 我们没打算看 那你刚才看了吗 没看 你刚才闭眼睛了 我干嘛要闭眼睛啊 眼睛一定要闭起来 才不看东西吗 对啊 这又很奇怪嘛 这姑娘就很奇怪嘛 我受不了了 我让各位评评理 这个我根本没有让了问题 这个没有什么要评理的 舞蹈这件事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事 它可以有它对这个舞蹈的看法 那是它的感受 我们感受我们觉得无所谓啊 你随便跳我们都觉得都可以接受啊 到这个岁数了 但是它是你男朋友 对 核心重点在这儿 它不是说这个舞蹈本身有什么 而是你跳这个舞蹈 让它的内心觉得有什么 对啊 它老挑我的毛病 它不是老挑 顺便还是在乎吗 我们怎么不挑呢 对啊 你都懒得看 说句实话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它平时穿衣比较花哨吧 就各种五颜六色的衣服 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假发 就让我一出门 它就会把别的目光都吸引过来 就回头率百分之二百那种感觉 我不太喜欢 就被路人的眼光 上下走射的感觉 我今天还特意带照片来了 多可爱呀 有问题吗 这是我奶 我跟我奶一起穿这个小裙子 她是七十所岁的人了 她跟我一起穿这个光景 就只有你接受不了这些 我真的不想吸引那么多人注意我 她不光 你觉得我穿那个衣服 就是为了吸引人注意是吗 那不然呢 我是为了高兴啊 但是这些裙子都是我自己买的 吃你家大米了还是怎么样 有一次我俩出去玩嘛 她就穿这种比较花哨的衣服 然后我就给她去买奶茶的时候 回来只要撞见 一个男生跟她要微信 你为啥把微信给人家 我当时已经跟她说过了 人的管我要微信是因为 人的女朋友喜欢这个 那男生跟我说 能不能给她一个链接 我说可以呀 给了 那你说你要穿的腐素一点 会有男生要你微信吗 你管我干吗 管好你自己 那你说怎么没人过我要微信啊 因为你丑呀 你不能这么人身攻击啊 这是你女朋友吗 是啊 你确定吗 我确定啊 你这神秘眼光有问题 我没问题 因为你直白地说你丑啊 恰恰这个地方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你也不欣赏她 你们俩之间没有互相的欣赏 你们是怎么恋爱的 我很奇怪 来 接着说 其实不光她衣服特别花哨 而且还特别多 在我家衣柜的话 能占特别大一部分 挤得满满灯灯的 姑娘刚才那句话说得特好 这是我花我自己的钱买的 跟你没有关系 是没有关系 但你就不能占太多了吧 她平常出门的时候 就会把衣服铺得满床满地都是 她也不熟识 哪个女孩子挑衣服不是这样的呀 当时她追我的时候 主持人她追我的时候 她可开心了 她说宝今天真好看 宝今天又换一套 真好看 真可爱 她现在就开始跳舞了 我觉得她没有资格管我 还有别的吗 还有 就是她平时也不太守时吧 我约她出来玩 她总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出来 你知不知道女生 化一个全装 戴一个假发 穿一个好看的裙子 都是需要时间的 你这么一会儿都不愿意等 那有一次啊 约定的早上九点集合 我都去她家楼下等着 打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到中午十二点 她给我发微信 说她刚起 就这一次呀 之前哪次也都 就晚了一小会儿而已呀 那你晚就有道理了呀 早起一会儿不行吗 为了晚 那你为了我能不能洗洗头 刮刮胡子 换一套干净的衣服来见我 有人看她 她一点都不理解我 她觉得时间观念根本不重要 她就不愿意包容我 什么都包容你 那给你惯坏了吗 那我自己会不舒服呀 她不光这些 她特别爱拍照 她就让我给她拍照 就路边有什么 花花草草啊 她就要跟她合个影 有个小狗啊 也要跟她合个影 然后什么拍照 角度不对了 她就让我重拍 一拍拍很多张 我真的原来 还挺爱给她拍照的 但是她这样 就让给我整得 越来越没耐心了 很正常啊 我猜到了 我为什么笑 你一定会这么说的嘛 对啊 爱中的女人迟到很正常嘛 对啊 哪个女生不喜欢漂亮衣服啊 对啊 哪个女生不要拍照啊 男生给女生拍照 你就得挑一个好的角度 对啊 对啊 没问题啊 我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啊 对吧 你看 你们这恋爱谈的 我听着都乏味 你知道吗 你们俩有什么 共同兴趣和爱好吗 跳舞吗 除了跳舞之外 现在她也不跟你跳了 没了是吧 也有啥 也挺多吧 其实我俩看的 剧都挺投机的 然后平时也愿意出去玩 她说什么我们能一起看剧 能一起出去玩 那你最近有时间陪我吗 她是先毕业了 上班白天就特别忙 这我都理解 晚上回家了之后 她啪的一下把游戏打开了 光光光光光光整个键盘 一玩就玩两三个小时 跟那个队友呼号呼号的 我说你什么时候能陪陪我呀 她就不肯 我上班累一天了 就想着回家能放松放松 然后你还要拉着我去那去那的 男生之间互动什么 就玩个游戏打打球 是吧 是是是是 正常 正常 我觉得很正常 当然了 人家都可以跟虚拟人谈恋爱 咱们不能跟虚拟人打个游戏吗 我不是 正常 我都可以跟虚拟人玩游戏呢 要不是她不陪我 我能找纸片人谈恋爱 对啊 要不是你找纸片人谈恋爱 她能去打游戏吗 逻辑闻了是吗 对啊 你看你们这不是吵回来了吗 我还没说完呢 就打游戏这事儿 她一输了她就把气撒到我身上 她就跟我吵架 发脾气 她脾气比我还大 她就一生气摔东西 杯子什么的 凳子什么的都是我买的 我想摔就摔 我生气了 摔醒 你扰民呢 她先发脾气跟我的 而且她最近脾气真的越来越大了 她一点都不像之前那样了 她追我的时候 那是糖衣票段不断的 甚至把奶茶什么的送到我寝室 然后她现在就一点都不注重这些仪式感 小间鞋也不给我准备 然后我有时候我急了 我就在跟她一起走的时候 我在路边我说 那个糖乌乌看起来不错 我想吃一个 她说吃什么吃啊 那你就想吧 她特别口 她现在老口门了 那你吃饱了为啥口啊 现在自己出来工作得挣钱了 你得算计啊 你的生活成本 你挣的那些公司刚出来 谁挣那么多公司啊 你生活你不得省着点花呀 那你跟我谈恋爱不就是应该给我买一点小礼物吗 刚刚 光谈恋爱没有以后了是不是 我又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爱慕虚荣 买那什么爱马仕啊 各种名牌包的人 我就想要那点小东西 谁出来赚钱 谁都不容易我理解 但是你也应该有一些心思在我身上 为我准备一些小礼物 我平时买的也不少了 就有一次两次没给你买 就记住了 行 爱打游戏 花钱还抠门 所以今天两位来是为了分手 对不对 我听明白了是吧 我不想跟他分我才来的呀 不想分手 那你们说的全是分手的话呀 我希望他改改呀 这不是保卫战吗 对呀 我就希望改吧 保卫是有爱情的 保卫不是保卫乱谈情的 我们没有爱情 那就不会来到这里了 我们想继续 你们有爱情吗 你们的爱情在哪儿啊 你天天怀疑你女朋友 跟这个男的有问题 跟那个男的有问题 你女朋友穿的所有衣服 对你来说都是花枝招展 对不对 我怀疑她 因为她化妆要浪费时间 对不对 你不愿意陪她 她要跟纸片人在一起通电话 她觉得开心 你打游戏打得不以乐乎 你不去理她 你们说到了哪一点 是说你们有爱的呀 她可能就是心理不平衡 其实她平时还是挺体贴的 哎呀 又往回找了是吧 我跟你讲 她这就像爹系男友 她就老是想当我爹 管我这管我那 但是日常生活上 有一些小妈还是可以的 行吧 我再问问吧 你们有对未来的打算和考虑吗 我的打算是想继续跟她走下去结婚啊 你打算跟她结婚是吧 对啊 因为我爸妈也挺喜欢她的 别想让我尽快跟她结婚吧 你们都要结婚了 我想 她家长一直都在催 我才22也 因为我爸妈年纪也不小了 她想让我赶紧安静下 你爸妈今年贵庚啊 52 54 年龄不小了 所以就是要来做婚前辅导是吧 也算是吧 你想嫁她吗 她想结婚 但是我没有考虑好 我不能断言说我不想嫁她 我也会幻想美好的婚姻 但是我从我的心理上 你注意她的用词是幻想美好的婚姻 不是畅想 可以畅想 可以畅想 就是我感觉我的心理上 还有我的经济上 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我不会轻易的就是这么 就是你还没有打算是吧 我就是没准备好啊 挺好的挺坦诚的 人家说没准备好 你来是为什么呢 我来了也是为了不让她管我那么多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人生 我所选择的一切都是让我开心 让我走在我自己的轨道上的 我不希望她干涉我太多 是不是有这么几个问题 我不知道总结的对不对 第一 男生觉得女生其实现在是失控的 对吧 女生现在觉得实际上面是我男朋友怎么完全变了 过去那么体贴 那么听话一个男朋友 怎么现在变得对我不闻不问 爱搭不理吗 不就这东西吗 而且她还控制我 她老是想让我变成她喜欢的样子 就是两个人开始发现好像有渐行渐远 但是曾经的美好又让你们觉得 我们俩是不是应该继续再试一试 我们俩其实挺好的 对吧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生 你刚才跳的这一段舞 所有的动作和其他的异性跳 她当然心里受不了啊 你显然是一个 不大顾及别人的感受 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的女生 男生当然有问题啊 尤其是在恋爱当中的女生 口是心非 她是让你去关注她去哄她 女生有现实的恋爱 还要去谈虚拟的恋爱 能够看出她像你在召唤 希望你多去哄哄她 她想撒娇 恋爱以后 你把其他的异性都删了 都不交往了 你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你内心就认为我这么做了 你就应该这么做 她可能吗 所以你时时在此处啊 说到手机 你刚才说我不看你的手机 你也不能看我的手机 但是对恋人和爱人来说 最大的坦诚就是敢 把自己的手机给对方看 问心无愧怕什么呢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但是对方对我自己的信任 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想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也是一种打开方式 你何苦这么叫真呢 有很多的爱情 就是被你这样的女生 捉捉捉捉最后捉美了 就像你刚才那段舞 恕我直言 你自说自话上去跳的时候 我极其反感 一个女生怎么可以 这么内心无比呢 你们两个人 现在谈婚姻太是奢望了 远远不到这一步 按我的本意 一拍两三 我记得这个男生喜欢女生 是在一次舞蹈的表演上 对 所以吸引了他 但是一旦谈恋爱以后 就变成私有财产一样 不允许我们看了是吧 所以刚才那一段 你觉得就只能展示给你 不应该展示给别人 我在想 你喜欢一朵花 分两种啊 一种你是给它浇水 滋养它 另外一种是把它摘下来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 后者吧 你是把它摘下来的 为什么呢 你的管束 你的怀疑 让这个花枯萎了 它不开心了 对吗 它是有个性 自我 它也是一只 比较追求自由的小鸟 不想被你这么转述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来讲 它就是舞台上那一颗星 那颗在你心灯最亮眼的星 但是生活当中你发现 这种关系一直存在 你就是一个观众一样 但是你希望你包场 你包得了吗 小伙子想一想 还有 你吃素最多的就是 和异性的关系 包括服装 其实主持人反复提醒 你跟服装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追求美的感觉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 你俩不同品 真正的爱情一定是双赢 在一起舒服 然后女生呢 也提醒一下 恋爱和不恋爱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其实男生提出第一件 我也表示支持 恋爱了就要考虑男朋友的感受 不再说我认为怎么样 男朋友的感受 有的时候比对错更重要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都听他的 那至少你要在乎一下 而不是完全说 我让这样认为没有问题 那是我的工作 那是我的喜好 如果你都不在乎他的话 那只能说明 他就只是一个照顾你的那个人 他只能是为你好 然后稍稍对你有任何的约束的时候 你都可以于不顾 那更不用说你们真的不是感情 只是一个暂且利益的交互而已 所以两位我觉得你们这样下去走不远 早晚都得要分开 年龄小多反思反思 你不是专业的舞者 我刚刚在那看你跳舞的时候 我真的我也很尴尬 因为里边很多舞蹈动作 的确是诱惑性的 他说你穿衣不得体 我看了你的照片 每个人有西服的喜好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过度暴露 没有举止轻浮 你只是穿你喜欢的 而且是花自己钱买的 没问题 但是他的描述是 你举止不得体 穿衣不得体 你不觉得很尴尬吗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至少在一个大的舞台 不可能这么描绘 结果你在这描绘成这样 你要跟他结婚 你要救赎他吗 他不需要你救赎 他要过他的日子 不管他好不管他 坏那是他的人生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男生 我想告诉给你的是 也许他不符合你的任何要求 穿衣不符合 语言不符合 跳舞不符合 包括他在台上不尊重主持人 都没有询问过 就在那跳舞 他都不符合 你可以寻找你符合的 爱不是去搬一个人 爱是需要尊重 如果你连他都不尊重 也就等于你不尊重自己的爱 那你不就等于不尊重自己吗 你打他一巴掌 再打自己两巴掌 很丢脸 所以二位我劝你们 既然不相爱 就不要彼此羞辱了 刚才你说他很丑 我觉得也是在羞辱嘛 所以既然不相爱分手就好了 留一点口德 可能才是能够确保你们 这段爱情还有一点体面的收场 其实很多宅男 现在疯狂地追虚拟偶像 追初音啊 然后呢追成长系的女团 塞纳河什么的 然后很多人就很奇怪 说哎呀 你们为什么会为这些 比如虚拟的或者说是远远的女团 去花那么多钱呢 去到处追她们呢 后来那男生啊 就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 说谈恋爱多麻烦啊 我真要找一个这样的女朋友 麻烦死了 我还不如我追初音呢 我还不如我追塞纳河呢 你追的时候啊 我次元少女特别好 双马尾特别好 是吧 我各种想要 真的你要把她当老婆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怎么这样 那是啊 人 人就是这样 他不会变的 他到三十可能还是这样 那也挺好啊 是 那也挺好的 那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过度评判呢 其实我跟几位老师就听到 你对她那个评判的时候 我是非常不舒服的 但是我知道 你是因为自己无能为力 然后没有 对她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你才会用这种过度的评价 不断地去指责她 她穿起服怎么了 她跳舞怎么了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 说到底是无能 无能才会有这种狂怒 而且你还不敢狂怒到表面 你还狂怒在心里 所以你要么就换一个 你能够跟她过得到生活里面的 要么就继续忍着呗 还能怎么办 对吧 好 说你啊 姑娘 首先第一个 就是你的射牛也好 神秘也好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有一件事啊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真的不喜欢她 你是真的不喜欢她 你喜欢的是什么 你喜欢的是她对你的好 你一定有分清入这个东西 就如果 打比方 她对你不好了 以前做家务那些都没了 对你那些关爱都没了 你还会喜欢这个人吗 你不会喜欢了 为什么 她从头到尾不是你的审美 言之即正义嘛 所以你说她丑嘛 对不对 这是个梗嘛 问题是你心里面是真的 她不在不在你的审美上面 一点都不在 那说来说去 无非就是她对你的好嘛 但是现在很明显 她对你的所有的好 现在是需要你给她回报的 而她需要你给她的回报 是让你回到她习惯的那个生活里面 放弃你现在的所谓出跳的标志性的东西 那这件事情就形成一个矛盾和冲动 这才你们今天要来的地方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 你给得起这个回报嘛 你可能更应该去找一个像个虚拟偶像的男朋友 哪怕只是短暂的只是一瞬间 试试吧 就这样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当然是非常喜欢你的 而且我们一起走过的那段时间都是真的 我希望你给我一些我自己的个性 我希望保持我自己然后再奔向你 我可以 我可以要求这些吗 其实你这些问题 我之前一直都可以忍受吧 但是忍受都多了 它就会形成一些怨念 它就会爆发出来 所以我想 想来到这儿跟你再提一提这些事情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些改变 我希望你不要再这样控制我了 可以吗 我觉得这种控制 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嘛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仔细思考一下 请回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这个有预测的 这个很有意思 我认为这一段恋爱很显然不合适 双不出 虽然不看好 但是现在彼此还有利益和喜好能够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的预言是双出 闺女出 男生不出 这姑娘不太可能不出来吧 来吧 我们看看她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双子 对不起啊 打断一下啊 什么都没看到啊 那个我接下来闭眼睛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老妹啊 来 请回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请回 谢谢 行了 姑娘大了管得住吗 管不住 就特别想说儿大不中流啊 哈哈哈 就是祝他们好好相处吧 彼此尊重 爱的基础是尊重 爱的基础不是占用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是一对二婚夫妻 因为她一直对我的孩子很好 对我的家人也很好 我很希望可以和她好好的过日子 她脾气特别大 一些小事总是唠唠叨叨 对我大喊大叫 她这个人呢总是小心眼 怀疑我和其他异性有暧昧的关系 在生活中呢 她有很多的坏毛病 我们的思想呢 也经常不在一个频道上 为此总是吵个不停 我也想和她好好相处 但她火爆的性格 总是让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希望可以让她 好好的改改她的脾气 有请去对夫妻有请 杨阳44岁来自吉林公司职员有请 美美45岁来自吉林个体有请 欢迎两位 再婚夫妻是吧 对 这个结婚两年了是吧 是 上一段婚姻你有孩子吗 我有个男孩跟我前夫 您呢 我家是女孩 跟谁了 跟我前妻 那你们大概 结束上一段婚姻有多久了 我儿子是七岁的时候 离得婚嘛 我俩是一九年就是 一九年是起月底的时候认识的 我是离婚三年之后认识 我俩认识的 再婚两年了 对 幸福吗觉得现在 现在觉得不怎么幸福 就是发生了很多的矛盾 她特别地小心眼 就是我回我妈家 有个中小看我一起长大的胳膊 他们看着我都特别亲切 因为我的性格 就跟男孩性格似的 他们就挺着着喜欢的 男孩就当妹妹一样 完了然后去的就说 哎呀 妹妹你来了 我说啊 我就把那个胳膊 就放在我的肩膀上了 她感觉好像人的举动就不太斯文 就说我俩有什么关系 什么事情似的 用这事我俩吵了一下 吃醋了 不是吃醋 我是传统家庭长大的 然后我觉得在男女的方面 应该有一定的保持距离 然后我俩那时候还没结婚 对对方也不太了解 所以我感觉 心里面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确实就是每个人对这个的尺度 和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对 成长的环境也不太一样 对吧 这倒还好 不算什么大问题吧 还有类似于这样的事吗 有 太多太多了 因为我们嘛 像是就是在酒吧吧 就是朋友介绍在 玩那时候我俩也没结婚 就是挺愿在酒吧那种地方去玩 有个大舞台 然后我们就是一帮 就手拉手着在一起 就是围个圈 像勾勾文会那种围个圈 手拉手着拉着跳过 也不行 说我跟人摸手了 因为我是觉得我非常爱美美 我觉得如果她要是和别的男的 有很近的接触的话 很难受 理解了 这都是婚前吗 对啊 婚前呢 那我现在正好 给她带不了安全感呗 那她要求说咱俩结婚吧 就是简单办一下婚礼 请她朋友吃点饭 就就就 这还没磨合好就要结婚 我就感觉说你看 没结婚之前她小心眼 可能是在乎我呗 结婚以后她就放心了呗 所以您的理解是因为她在乎 所以她才有这样的局务 对 结了婚她不就踏实了吗 是这意思吗 对啊 是这样想的 然后就结婚结婚 又来了 又来问题了 为啥 完了然后那时候我先找个工作 就在我家楼下 就打工 那时候是趁面带收烤 完了我这属于前台 一来趁面要趁面的话 我不是说老弟要来碗趁面 得喊嘛在后厨 得喊她能听见吗 我这么教研老弟 他不知道怎么看见了 回家就给我披头盖脸的 说你为啥 跟我老弟叫那么亲 老弟 老弟的 干啥呢说 我老上后厨干什么去 我说得刷碗呢 这也不能 因为我毕竟很爱她嘛 我就怕她有一天和我 真的是分开了 就是说你不放心她呗 对对 那你觉得她是那种人吗 不是 我说心里话 我相信她 但是有的时候 我要是看到了 心里还是不舒服 你上一段婚姻 是因为什么分开 我上一段婚姻 是因为跟我前妻是 感情特别冷淡 就跟你前妻的时候 你没着 没有这个感受吧 没有没有 所以你也不会吃醋是吧 对 这就是受不了 嫌小心眼 对 还有啥问题吗呢 还有她以后她毛病 就好像狐狸尾巴露出来 那种感觉 狐狸尾巴都露出来 我们看这尾巴 是个什么样的尾巴 她那尾巴巴那就是 啥样子的呢 她特别懒惰你知道吗 家务活她不干 我昨晚发现把碗剪去呗 等一会儿再剪吧 躺在那会儿也不剪 因为啥 咱们盛完那个饭 你要不剪的话 里边定了嘎嘎了你知道吗 是是是 就放在水里泡她能刷杆去吗 也不剪 给我气最后还是我剪 吃完饭以后先喝点咖啡 喝点茶 那你就喝了 她说的 她说的是冤枉我 你先别咬牛 还没说完呢 说咖啡的事 冲完咖啡了 你说你倒就倒吧 本来这瓶盆这么点 倒 蹭下子 蹭蹭老板 蹭 全冒回来 撒在桌上了 撒的是不是应该擦一擦 是是是 不擦 等着喝完再擦 磕瓜子也是 你说你拉一桶给你放那儿了吧 你帮我拉一桶 啪啪啪 有着扔地去了 她得我扫 你说我累不累一天 我补充两句 美美是啥样人呢 美美是一个性格非常急躁的人 没等你干完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 她就马上想要你去做 就是我每次就像她所说的 是在不管是吃东西也好 还是喝咖啡也好 我吃完喝完之后 我会及时地把这些东西收拾干净 可是她呢 在每次我没整完的时候 她就马上就说 你赶紧整 不整都干不那的打擦 不太 她也不太理解我 这不都是小事吗 那小事她不做呀 一天一天三百六五天 天天这么做呀 咖啡也行 那你卫生呢也等着呀 你今天不洗澡 你等着三天再洗澡 我臭啊 完了袜子也是 蹬一脱 裤腿上一只 外边一只 晚上第二天早上起床 上班就找 找袜子 我袜子呢 媳妇我袜子找不着 可那时候 我的主妇她恩变了 她拖在那甲上 她也不听话 晚有一天你知道吗 早上我说我挖的呢 她晚上回来 我看她把我挖穿脚上了 你说有没有这样的吧 首先我补充一点 就是说洗澡这个问题 我基本上是 每天都洗澡 她所谓说的 我没看着我洗澡 是什么原因呢 我家吧住在东北 冬天的时候 特别特别冷 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 没有暖气 而且屋里面也特别冷 我有可能一天 或者是两天 这样洗一下 如果说得来暖气 我基本上天天洗 她就狡辩 她得懒 她那袜子就懒 还有袜子 还有袜子原因 我说句心里话 我说不 袜子和这个人卫生的事 咱们就不在这儿说了 反正就是妻子 对丈夫的个人卫生 是有意见的 对吧 这个都是小杰 还有啊 她就是小杰 慢慢积累精神 大杰了 她还有一点撒谎 什么事撒谎啊 因为我不喜欢她喝酒 她就跟我撒谎 她说我打牌去了 一人喝到半夜 一两点钟回来 一打电话 我看五迷三道的 就在外边喝酒呢 就喝酒 就撒谎 她说没喝酒吧 她向同事或者朋友接电话 你说啊 我的妹呀 我在外边 我俩少吃点饭就回去了 你别老说什么这呢 老是这样 我最烦就是给她打电话 她向别人接电话 我说心里话啊 谁没有两个朋友啊 我出去喝酒是有原因的 人在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没有朋友 这个友情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知道她反感我喝酒 我说句心里话 因为我还是爱她 我就不想说出来 让她感觉到反感 这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算是 善意的谎言嘛 我去跟我的朋友喝酒 都是有原因的 就打上次 因为啥呢 我朋友 她交了一个女朋友 非常开心 找我们一大帮朋友 在一起吃饭 然后我们朋友请我吃饭 然后为我买的东西 我是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不是 你是把几件事 穿成了一件事 你的朋友 找了个女朋友 很开心 所以大家吃饭 对吧 结果吃饭 你的朋友给你买了东西 你很开心 你那酒都喝晕喝懵了吧 你看上来 主任的时候你撒谎 你朋友找了个女朋友 大家很开心聚会 咋还给你买了东西 你还很开心呢 然后 人家有女朋友 人家跟女朋友喝就行了 跟你们喝得着吗 然后我 开心 然后为什么他们给你买了东西呢 然后我这个朋友吧 就是性情中人 他一开心 跟我们桌上每个朋友 都买的东西 那我听明白了 就是为了庆祝他 他有了一份爱情 然后就给你们都买了东西 对 就因为买了东西 所以不好意思先走就喝 我这个人吧 怎么说呢 也请要面了 所以说就不好意思拒绝 行 我问问 他这个喝酒 是经常喝到半夜吗 怎么说 我没管他之前 他经常喝酒 我管他以后吧 收了点点了 您这个收敛指的是一周喝几回啊 还是一个月喝几回还是 一周砸了两回吧 一周喝两回 没管之前呢 没管之前呢 一天就喝一斤 他主要喝酒那帮人嘛 我总感觉就让酒懵着 就没必要去跟他们去喝那个酒 听明白了 嫌他交友不慎 对 或者说乱喝酒 对 不愿意回家 对 是这意思吧 对这个意思 这就差不多应该没毛病了吧 有啊 还有啊 我俩就好像不是一个站线上的人呢 我演一频道的事 他演二频道的事 就比如说吧 十月一我们想去旅游去 这不挺开心的 开心开心吗 哎 不得 他放那个音乐 咱是不是也得开心点啊 不对 放什么铁窗类 把根留住一剪没 我就感觉 这不是旅游的歌 难怪不是你放点儿童欢快的歌曲 这确实不在一个频道上 对啊 你也欣赏不在一个频道上 对啊 还有啥啊 有啊 你说你开个车 就比如说夏天啊 就比如说媳妇儿 我马上来进了 你马上下楼 我说啊行 大夏天呢 你说我穿个衣服 我下楼了 站在门口等十分钟 我说你干啥 你在哪儿呢 你要我下楼啊 啊 钻盘堵车 我开车那等着 就这样 冬天也一样 可是那次是真的堵车啊 你总堵车 那是一次我这是 这是我不想说那么多了 也不想说那么细 太多事了 就是举例说明 我跟你说 您能再举一个例子吗 他啥不在频道上 就是想法也不在频道上 比如说 就比如说有天她妈说的 说的儿子啊 你跟你媳妇儿在一起 说你媳妇挺好的 你别老惹她生气啊 说话了 或啥你听她说啥 她说啥你就听啥 你就做啥 她就高兴了 就说我就高兴了 也就不能跟她俩生气了 就是有矛盾了 其实她妈是好心 是吧 她感觉她妈越往头了 她说我没惹她生气 就是你有时候说话 惹她生气了 跟她妈妈妈说 大概这个意思 然后她去我的店里呢 就是鸡头白脸的 就咬牙切齿 我说你咋的了 我妈说我了 说我那个惹你生气了 我跟她解释了 不是我惹人生气了 她就不信了 怎么怎么的 我说得了 我说你妈这事儿说着吧 也是好事儿 对吧 怕你就是 因为咱俩这在矛盾 吵架 因为咱俩矛盾太多太多了 我说你别冤枉你妈 行了你妈就说就说吧 完事回家了呗 我告诉你 妹妹 我怀疑你 你和你们家小媒妇 有个谁谁谁 有事儿啊 我说啥事儿啊 你俩好像有点事儿 你说她娘娘咋想 我当着火冒散仗了 我说咋的 因为她之前不小心眼儿吗 我这又往我身小心眼儿了 这扣屎盆子了 咋回事儿啊 她说你也别生气 我给你解解释吧 这不我妈 往我身扣屎盆子吗 我要你赶上赶上 啥感觉 我能问几个问题吗 可以 你后悔嫁给她吗 我现在有点纠结 你后悔娶了她吗 我也很纠结 你也很纠结 你们俩现在住的房子 是谁的房子 她妈的房子 跟老太太一起住吗 她妈有事在我们家住 有事不在 不在那儿住 所以就相当于住在你家 是吧 对 你们俩挣的钱谁管啊 我管 那个孩子的抚养费出吗 出 她家孩子出一天 我家孩子出一天 那你是个 我是姑娘 姑娘 您那儿是个 男孩儿 你放心把钱都给她吗 放心 就是把她当成为一了 想把一切都交给她 你觉得这男人对你真吗 他有很多毛病 比如说不善言辞 可以这么说是吧 然后愿意钻牛角尖 一根筋 对 较之 脾起来了以后 可能还比较大一些 是吧 就是这么一个人 还耗面子 是吧 那你觉得她对你是 一心一意的吗 就因为我纠结到哪儿 就是因为纠结到这儿 她肯定是喜欢我 是爱我的 对我也是一心一意 因为啥呢 因为我感觉就 二魂载喜的时候 我俩刚认的时候 她就把钱放在我这儿 我感觉刚认的时候不可能 你就从这一点 因为她对我挺真心 第二个啥呢 对我们家人特别好 对我的母亲也特别的好 对我还比她 对她自己的工程都好 这确实是我承认 我儿子来 就是怎么的 儿子一说来了 儿子你想吃啥 花了你去买去 都这个 我儿子也特别喜欢的她 我家人也是 对我妈也是 比如说兜里有十块钱 我妈也吃那个 愿喝那六个钱的红牛 因为有十块钱 她得给我妈花六个钱 买那红牛 她也有好的地方 所以说我觉得 挺纠结的 纠结啥呀 毛病其实太多 有时候就是我感觉 妈 意识办法 就是我倒可能 我这性格可能急 一到那时候 可能我好像接受不了 完了有时候 冷静下来吧 想她得好吧 行啊 将就吧 就这种想法 你这个纠结在哪儿啊 她的性格太急了 我觉得有些 没有必要的事情 都弄得大呼小叫的 行 你喜欢美美什么呀 我爱她 她长得漂亮 她对我也挺好的 她就是脾气 特别暴躁 特别急的那种 为什么跟她儿子 比跟你闺女还亲啊 因为我姑娘 跟她妈那边比较亲一些 来往的少一些 但是她的儿子也很可爱 很招式稀罕 所以说我也挺喜欢 所以其实在财务上 你什么都不背着她 对吧 不背着她 财权全交了是吧 对 就是想跟这女人一辈子 是吧 对对 那你要让她 改一个毛病的话 改什么毛病 就觉得合适了 把皮皮改一改 今天这对再婚夫妻 不太一样 对吧 过去再婚夫妻 是因为藏着掖着 藏着 藏着什么 藏点钱 藏点私心 好像听这对夫妻讲 这方面还没有 家庭的融合也不错 您难受在哪儿 干嘛要哭 听说挺感动的 你还 对吧 被她感动了 被她哪句话感动了 就是她对我 她对我儿子挺好 你看 就这对再婚夫妻 还挺有意思 其他好像都磨合得挺好 咱们看到再婚夫妻 那些核心利益的东西 他们好像都放给了对方 但是却在一些生活细节 和琐碎里 却过不去了 是这意思吧 嗯 就这么磨下去 这个婚姻到底 该往哪儿走啊 两个人心里都特别的焦虑 嗯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是想好或者想更好 是吧 对 你也是想好也想更好是吧 对 好吧 老师们看看如何帮助他们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皮特分界 在婚姻家庭当中 最核心的信任问题有两个 一个 钱财 第二 子女 在钱财问题当中 他能够把钱全部交给你管 虽然你和前夫有一个儿子 但是他信任你 他认为即便给您的儿子用一点 他也心甘情愿 对吧 另外还有 你们两个人 对对方的孩子 不说四通几出 至少 像一个后爸 像一个后马 对 每天他女儿来的时候会是 他女儿想吃啥给做啥 出零了出去玩什么的 所以他们都喜欢你们彼此嘛 你们两个人 让我们所看到的是 在再婚家庭当中有一些 躲不过的矛盾问题 还真没有 有的 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但你们两个人有一点厉害 可以把这样的鸡毛蒜皮 折腾成鸡飞勾搭 这些小事情 您看是无关紧要 但你们吵得不易乐乎 你说有意思吗 放放音乐 他放那个又怎么了 你一定要去听那个歌词干什么呢 你也真是 一点小事情 可以和他争论不休 你要明白 在单位里 你和领导去讲道理 那是不想干了 在家里和老婆讲道理 你是不想过 小问题 你不要小看 日积一蕊 它就会 形成大问题 最后 把两个人自己都吵得 不是方向了 才来到这里了 但愿我们能够给你们 明晰一下 出现了什么问题 好吗 谢谢 你们俩最致命的问题 我总结了一下 就两个 第一个 你的急躁 带着急躁的心情 解决什么事 说什么话 都一定没好结果 好事 让你说完以后 都把人搞急了 情绪上的问题 想一想 那么第二个就是 两人在很多细节上较真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包容性 两个人都不够强 哪来那么多的对错 而且还有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较真呢 都是在小问题上 生活当中的事情 那多了去了 比如说 这个女方 有些 不拘小节的行为 男方就较真了 上纲上线了 会联想到很多 那女方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男方的感受 别站在自己角度的时候 我就这性格 我从小就这样 但是你从小的时候 你并没有她呀 你和她结婚了 要不要照顾一下 她真实的感受呢 即使你没有任何的 所谓暧昧 但是给人制造了这种伤害 要不要 考虑一下 如果你真的爱她的话 考虑别人的感受 那才叫她真爱呢 坚守所谓的一个观点和对错 那只是爱自己 男方也是一样 这些小细节 要么就解释 要么就辩解 而这种解释和辩解 只能让她更激躁 我说的话 你用一个解释 然后就想这个掩盖过关 也没个态度 也不尝试做一些改变 靠嘴巴甚至谎言 就过关了 愈发的让她歇斯底里 是这样吗 所以说真诚一点 这个习惯不太好 以后我注意 或者坦然承认 这多少年的习惯了 你说我慢慢改 好不好 别生气了 别回头讲那些个道理 讲着讲着 我们都不愿意听了 即使你讲的是对的 但是让人听得很烦 所以我说你们俩解决问题的 这个方式出了问题 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别以为这些小事 有可能让自己这样下去 得不到一个好的情感的延续 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 在这两个方面的这些调节 急躁 较真 一个呢在外面不拘小节 一个在家里不拘小节 南方你觉得对吗 对 您在家里边真不拘小节 袜子乱扔 脏衣服乱穿 然后自己的没了拿别人的 他刚刚说的没错呀 你饭放在那儿 你帮忙收拾啊 你知道那个咖啡子 可能会在那个桌子上擦不掉了 你也无所谓呀 同样对于女方来讲也是一样的嘛 换一个女的 糊涂糊涂塌 行不 你可能也不爽嘛 对 他只是把不爽表达出来了 所以我说你俩都是不拘小节 不拘小节完了以后还超级自我 我就这样的人 我光明磊落 我无所谓 我肯定会收拾的 这房子不是不收拾 我放三个小时以后再收拾也是收拾呀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你俩不就是这样吗 可是当不拘小节到超级自我 一直延续下去 其实就会让你们的关系出现很多很多的小裂痕 无数小裂痕 抨击或者敲击的婚姻 那也经不起外力击碎啊 所以我倒劝劝你两位 各自该收都收一下 你妈妈说那句话 说让你对她好一点 不就是让你多体谅一下她对这个家家务的辛苦吗 多体谅一下 我倒觉得你们的婚姻还好过下去 但如果你们彼此不体谅的话 这个小裂痕可能会导致到你们最后觉得相看两身厌 我觉得这不是个二婚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中年婚姻的问题 中年婚姻和青年婚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两个人很难相互融入 为什么呢 因为二十来岁时候结婚啊 她自己那个生活习惯养了二十年 四十岁结婚的时候 她那个生活习惯养了四十年 就你们两个人各自四十多年的生活习惯 那你们两个人相互之间的融入 肯定比二十多岁时候难嘛 这是很好理解吧 就你们最核心的那些利益问题 只要没冲突 其他只是磨合问题 那现在很简单啊 比如说两小年轻二十来岁 他们花两年时间可以磨合好了 你们可能就要花四年时间 我能炫耀了 我们在这里 这就怎么能辞到 我们都能干净如果另一个人 能不能晾死 不然 你们还能不能来 不然 我会给你 你们好 在这边 我们不能来 就做一些 神 الي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我脾气也改一改 希望咱俩能继续走下去 活的皮肤就是越来越好吧 我想说两句 就是我希望 美美你的脾气稍微改一改 然后我也退步 然后咱俩都彼此退步 主要就是把生活过得和谐 更好一些嘛 然后慢慢走向白头到老 行 这是对咱俩都希望的 谢谢老妹 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双出 双出 来吧 看看他们怎么再相逢吧 请开门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 请见证 请亮灯 乐了啊 行 挺好的 回去吧 回去 那不回去干嘛呀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你们 祝幸福 请回 那边 请回 真搞不好 这两个人磨合好了以后 变成那种特别幸福的 就是他们是有那种 对爱的那种感受力的 祝他们幸福吧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